下面这七位被高估的歌手,来看看有没有你所认同的 1.李雨春 说实话,对于李雨春,小编的印象只停留在了他拿超女冠军的时候 记得那年,他一举夺得冠军,这个有着干练短发和低沉嗓音的假小子,一夜间成为全国焦点,并获得无数铁粉玉米军 很多晚会,李雨春都作为大咖压轴出场,可以说,当时李雨春算得上是内地女歌手的天花板 首张专辑《皇后与梦想》,突破年终销量137万余张,少年中国让他获得MTV亚洲音乐大奖中国最受欢迎歌手奖,之后一直拿奖拿到手软 可人总的寻求突破,李雨春似乎也是这么想,于是他尝试跨界当演员,上综艺《我就是演员》饰演无名之辈中的瘫痪女子 可惜,演技被网友们诟病,认为表演过了,一直在跳戏 出演澳门风云三桌妖际二却被网友认为把角色演死了 不过还是希望李雨春能够继续活跃在大萤幕前,为他一姐的名号,源源不断输入底气 二,华晨宇,他作为快乐男生冠军出道,却因为各种非议真正走红 当时他因为风格独特,让很多前辈都赞赏到,以后必是乐坛一代奇才 可惜,现实中很多人对华晨宇的印象可能只有,唱歌的,热搜李会出现,歌听过但不记得 而除了这些印象不深的路人粉,对于华晨宇,大众对他的评价分为两个极端 喜欢他的粉丝,就觉得他的歌声唤起了他们的灵魂,非常打动人心,华晨宇定是未来乐坛一哥 不喜欢的,就觉得他唱歌就像做法,奇奇怪怪,只会飙高音,表演还做作 客观上来讲,确实,相比于大量抒情情歌,华晨宇的风格属实罕见 哎,大家如果没去听的可以去听听,属实风格过于先锋 你看他现场的演出,也定是会被吓一跳 但这个到底是好是坏,就见仁见智了 但其实,在改编别人歌曲上,华晨宇还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例如天籁之战上,改编西游记片头曲云功训音,华晨宇的齐天大圣更现代,炸裂,我的滑板鞋让无数人为之赞赏 盖览华晨宇出道的八年,基本算得上毁誉参半 而后来因为在明日之子迪斯毛不义,让所以看这档节目的观众为之愤怒,华晨宇哪来的自信 的确,相比于就读护理专业的毛不义,就读音乐专业的华晨宇似乎在创作能力还是歌曲共情能力上都比不过毛不义 的名字